今天的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台湾也要推疫苗接种假了 为了要提升疫苗的接种率 劳动部日前建议指挥中心 劳工每打一剂疫苗 最多可以请两天假 包括了打疫苗当天 还有隔天的疫苗接种假 雇主可不给薪 至于是否要另外给补偿 则是建议集管署另于考量 有人先前指挥中心迟迟没有定案 问题就是卡在雇主是否给薪 而经过了劳资双方多次的沟通协调之后 指挥中心预计在明天讨论后定案 周三正式的对外公布 为了提高疫苗接种率 南韩推动疫苗接种假 日本也严理跟进 劳动部提案建议疫情指挥中心 比较防疫照顾假 接种当天跟隔天 给予最多两天的疫苗接种假 雇主不能强迫劳工用试假 病假或者特休假处理 也不能视为矿值 更不可以扣全勤奖金 或是强迫离职 但不强制雇主 一定要给薪 劳动部规划的疫苗接种假 没打一击疫苗 最多请两天 劳工只要提出防疫接种 记录卡就可以 不用提出诊断证明 接种假明天最后 我们会在指挥中心定案 那后天应该是后天 明天礼拜二 后天记者会来公布 劳动部送出方案 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关键就卡在雇主 要不要给薪 让指挥中心迟迟无法拍板定案 至于疫苗接种假 是否要比照防疫隔离假 给予补偿 劳动部则建议 机关署另于考量 疫苗接种 有助于落实防疫 接种假放两天 到底有没有谱 这两天答案就会揭晓 记者向后才台北报道